通識道想,同十字揭開警教千年文明,名部專訊 一批在中國元代著造的警教同十字,全球現有一千餘件 最大一批共979件,珍藏於香港大學,其中700多件 更在上週三起於港大美術博物館展出這些直徑只有3至8厘米的同十字 上面有各種文理,甚至有佛教的萬富豪,有有鳥,雨或太陽的形狀 當中隱藏了什麼玄機,為何如此神秘,而警教又是什麼 這為元代甚至更早的中國社會,帶來了什麼影響 上週三港大更舉行了為其三天的警教國際學術會議 專程邀得二十位世界級權威研究專家一同深入探討 請教過港大建築學系龍秉儀教授,中文學院馮錦榮博士 以及港大美術博物館總監羅諾德博士,才知道 警教在1380年前傳入唐代中國,無論在天文還是機械等範圍 都對當時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者批同十字就像一個個解密的鑰匙 時緣代警教的重要信物,讓我們由專家帶領 經歷者一場跨越遼闊歐阿土地 歷時久遠的文化遠實力交流警教起源來自基督教 而端要解讀警教同十字,雖追數字警教起源 一段由西至東的漫長旅程在早期基督教裡,一位主教名為尼斯脫裏 386至451年,對於耶穌的神人兩聖結合有不同看法 指同精瑪利亞指示人,指示生育耶穌的肉體 而沒有賦予耶穌神聖,則而他天主之母的地為尼斯脫裏的 則而被視作而端,及後更被隔除職務,逐出教會和國警自此 聶詩脫裏的追隨者遷移到波斯、金伊朗、中亞等地 繼續向東面宣教,此派又稱為亞術教會兩百多年之後 聶詩脫裏派經過新疆全進中國,當時正直唐太宗征官九年 聶詩脫裏派被稱為警教之於神人兩聖結合的爭議 在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爭持不下新疆沙漠掘出舊約師編逢博士提到 在十九世紀,惡徒萬帝國時新興帝國,想重現在的伊朗、伊拉赫等地 被獲取利益在探險隊被派遣到近東一大時,發現了一些古代亞術教會的自願 即是大秦字、警教字,警教傳入中國時,全教是借用了當時為人熟悉的道家、孔如和佛教等術語 內宣揚自己的教義,所以警教徒又稱為警爭大秦字稱作字 而大秦葉子近東,可估計是偏近中國形式的建築之後在一九零四至零七年 德國有探險隊到達現在新疆東面的套老番 在沙漠發掘出很多出土文物帶回柏林研究之下 驚見出土的殘片文書裡,有古代的敘利亞文 記載了《九約的詩篇和福音書》這成為一大願意 為何西方基督教的文物,會在東方出現? 明朝出土石碑揭古希臘科學傳入中國原來 有一件線索早在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撥光 這在全教時間轟動於一時當時在長安城西南面 出土了一塊高於人身的石碑 上面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石碑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中文字 石碑底部更有一段古敘利亞文石碑記載了 635年至781年間,警教如何經過古代絲綢之路進入唐代 還出現了多個敘利亞波斯曾 的名字 並提及《警教教義》 或《警教義》指光明的宗教石碑上其中一個名字 而大德級列,原來在石碑底部也有敘利亞文 Bishop Gabriel,大德級高曾,即Bishop,以及 與Gabriel相對應,證明此為重要人物 原來在堂會要中也著有波斯曾大德級列 精術和古代科學儀器製作 有部分很可能來了中國後來再明末清楚 出現了一本遠西奇奇圖說 由此確定,奇奇就是指古代希臘的機械 將繩藍、滑輪等科學謎底解開 碑上記載的這一位波斯曾 曾將古代希臘的科學技術帶到中國儀式碑上 尚有很多密碼有待破解,龍教授說 今日研究警教,除了懂得中文 更要懂得敘利亞文、粟特文、套魯番文 才能進一步深入研究警教徒淫天文台長堂代境 用古敘利亞歷法 而在1980年的西安 出土了一個名為李素的武之名 其妻為悲實是李素的武之名上著有波斯曾經教徒 來自薩瑪爾罕,即現在的布茲別赫 這成為研究堂代警教的有一線屬李素曾任陰天監 即為等同現時的天文台台長 馮博士認為,他應該熟悉天文學 而且用的不一定是中國歷法 有可能是來自敘利亞的天文學與此同時 李素的武之名上,標明他的自是文徵 在大巡檢教流行中國碑的中文和古代 敘利亞文中都一一抓到謎底又再揭曉 這位波斯曾也對唐代的天文學有一定影響馮博士說 這間接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皇帝是開放的大巡檢教流行中國碑上 亦提及唐原中須是道教信徒 亦也推動警教唐代國教須是道教 亦不代表一定以道教為主在李素之前的開源年間 唐朝已是開放的時代 曾任用印度僧人在天文台做事當時渠譚家族中 有名的渠譚悉達,其而指任陰天監 而他自己則偏定一本古老的尖聲總集開源佔經 裏面有相當詳細的印度歷法疑時至今天 學界仍在尋找會否也有警教列法同十字 但於元朝宗教多元警教爭代大漢出訪唐代警教流傳至西漢、洛陽 甚至廣州等地,不過信教的外國人多 以漢人少直至845年同武宗會昌尾佛 信奉道教的唐朝掀起滅佛浪潮、摧毅如萬間佛治 更波及警教和其他宗教在唐朝末年 警教幾乎在中國境內小聲匿跡 只能在境外低調活動直至元朝 1272至1368年 由蒙古人統治,忽必裂當時進攻西方 到歐洲途徑土耳其、中亞等 蒙古兵雖勇狂強悍,但士兵不足 雖在中國境內招賣宿特人、中亞民族、當孤傭兵蒙古人高額統治、將人民分等級 最高級為蒙古人、次級時積牧人Colodize 包括他們所招攬的警教徒,讓警教得意在國內死灰復然 以漢人及男人則最低等警教的蒙古話維也裡海溫 依旨有緣分之人蒙古人對警教徵的重用 更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用十四世紀時 便有警教徵身負重任,代表蒙古大漢 遠赴歐洲會見羅馬教皇 更獲邀請在梵帝剛舉行東方教會的聖禮警教徵 更同時拜見英國皇帝及法國皇帝等 當時帶同用蒙古文寫成的國書,傳於法國的國家檔案 另外,忽必也邀請了當時獲凡帝剛承認的方制國會和多明哥會的修士 親父中國,可見當時各宗教和各國的開放包容的程度 羅馬天主教會和敘利亞東方教會在元代可以百花齊放 遠朝政府更設立專門機構和百里教區 指偉大的都城,有崇福斯管理者寫外國宗教 而這批警教同十字架,就是在元朝時的古惡爾多斯地區鑄造後來元朝滅亡於明朝 警教亦漸漸衰微,在六百多年後的今天 同十字架終於重建天日龍教授總結 當時的宗教傳播,因在西方受到壓迫 才來到東方,並得到自由空間唐朝是宗教開放多元的時代 以現時所說的軟實力,其實就是古時的東西方 交流全球近千與見見見得同造印鑑系衣服者 批有七百多年歷史的警教同十字,在1930-40年代 由在北京出任英國由政理士的聶克遜先生 M.R.F.A. 納森收集,後來由利希神基金會收藏 並於1961年贈與香港大學同十字至今全球緊一千余件 美國有五百多件,英國和哥倫比亞各得幾十件 港大則有九七九件羅諾德博士指出,這九百多個同十字,有150多個分類 為方便公眾理解,約分為十字形、幾何圖形、鳥形、羽形、太陽形等同十字都有一個中心 如陽光向外放射,回應警教光明的宗教的意思 警教亦可配持警仰另外,在同牌上亦能解讀警教在中國的演化 在直徑約三至八厘米的十字同牌上,會由佛教的萬富號、蓮花 也有一些同十字形似中國的圖章,令當事人更容易接受同時 一些鳥形和排程對稱形狀 也有波斯的藝術風格特徵和十字示警教信徒群體或個人的標誌 為確保每一個十字都獨一無二,會將倒母蕭偉而依據同十字上殘留的紅色顏料 估計可用作詩人印鑑,或在出門時將黎末上門縫後印下圖看 確保無人闖入有些同十字背面附有十字扣或單扣 沿途,可以係於衣服或腰帶之上,被視為神聖的象徵 精密原代警教同排展日期,即日開始,為常設展覽,免費入場 時間,星期一至陸上午9時30分至下午6時 星期日下午1時至6時,大學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搬銜到90號電話 2,241-5,500網址 www.hqmag.hkuhk公眾導賞網上報名 H.T.T.P. 母號雙斜線 U.V.H.K.U.H.K. Nestorian 截止日期為導賞日期前三個工作天,費用全面 6月18日星期四,下午1時,粵語 6月25日星期四,下午1時,普通話 7月9日,星期四,下午1時,粵語 7月16日星期四,下午1時,普通話 延伸閱讀 唐原二代之警教 羅香林教授 香港 中國學社 、1966